這東西這麼小 還要用Tiffany Brew這麼長 又怎會猜到 它是為老人家而製的定位Gadget 為何要做這個自外保 因為是我媽媽的問題 我媽媽練 我找我媽媽都很難 20次找她的電話 有19次打不通 她不是沒有充電 就沒有開機 那人都不知道有認知障礙 或者腦退化 你不覺得 有時候叫她喝茶 有時候認識她 有時候又不認識她 又不是假的 就找樓梯也找 因為媽媽有時候 跟老人家坐在那裡聊天 都挺徬徨的 就是找老人家挺徬徨的 所以就 希望這個自外保 能夠幫到一些 有需要的弱勢 或者你都會說 手機都有定位APP 要叫老人家帶多件裝置 豈不是更麻煩 但是撇除老人家 不懂用APP之外 這個自外保 亦都有很多專門設計 老人家去用智能手機 很多時候最大的問題 就是她忘記充電 當她忘記充電的時候 出到街上手機沒有電 其實你有用什麼APP 都沒有辦法可以知道 它的實際位置 平時大家搭地鐵 用Google Map 就會不太準 自外保就說 自己在地鐵都可以準確定位 因為她不僅用GPS 其實定位技術有很多種 GPS是其中大家 大眾認識得最多的一款 但是GPS也有同樣 有個弱點 就是在一個城市環境 或者室內的時候 當你無法接收到 天空上高超過三顆星的時候 有一個訊號 她就沒有辦法去做到一個 準確的定位 甚至乎沒有辦法 沒有可能去做到一個定位 這次我們的硬件 除了GPS 會加了WiFi 即是一些在我們平時 出入商場 室內 或者走在街上高 我們手機都會收到的 一些叫AP的機站的訊息 第二樣就是手機機站的訊號 我們配合這三種不同的技術 去做這個定位 家人裝了APP之後 就可以看到老人家的位置 另外 電量亦比單用APP多很多 差一次電就可以用足整天 一個字外寶可以對應多部手機 方便不同的家庭成員 同時照顧一位長者 而相反 一部手機 亦都可以連上幾個字外寶 日後可以應用在老人中心 或者院舍 研發團隊亦特別細心 做到全部機只得一個呼叫掣 按入照顧者的手機就會收到通知 知道老人家要找人幫忙 團隊認為科技都是一個工具 最希望用家用了之後 可以多些關心老人家 目前字外寶接受申請租用 免費使用三個月 之後就收回月費200元 領取綜援人士費用可以全面 而獎者津貼的人士 就只收半戒100元 太過分了 太過分了 太過分了